24年前 女儿离寝失踪 24年间 为了寻找女儿 她们心力焦脆 24年寻女路 她们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坎坷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24年寻女路 2018年4月4号下午2点 成都某居民小区门口人山人海 几十家媒体的记者都聚集在这里 在一起 痛哭的是一对农民 他们彼此寻找了24名 抱在一起痛哭的是一对农民 他们彼此寻找了24名 请让一下 请让一下 喊着这句话的男人名叫王明清 这个人呢 很多观众可能会有印象 因为不少媒体都报道过 他开着网约车到处寻找女儿的故事 幸运的是 孩子现在找到了 那当初孩子是怎么丢的呢 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事要从24年前的一个傍晚说起 这里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九眼桥 1994年 王明清夫妇从农村进城来到这里 挑着担子卖香蕉 1月8号傍晚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老婆呢 就在那个飞机桶车道上卖香蕉 把过分挖完 就在这个后面刷 刷的时候呢 她妈妈就喊我去发年钱 我当时发年钱呢 就在那个前面 你走的时候 孩子还在这永远 对 孩子还在这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 这样子空的 没人 对 她说娃娃不见了 你还得来 我刚时就把萝兜和香蕉一哈都丢到地上了 丢到地上我就去找 全一个找都找不到了 都去等一看 一转眼不到五分钟的功夫 孩子竟然不见了 夫妻俩像疯了一样四处寻找 你的娃娃都去等一看 他们都喊 都回去了 回去了 天 都整呆了 然后我回去就哭到 一直哭到天亮 天没亮的时候 早饭没吃油 头也没说油啊 在一趟跑 跑去找我的鱼儿 王明清的女儿大名叫王启凤 小名叫凤娃子 走失时只有三岁 当时我真的是说不出来那种感受 这种痛苦在我心中 实际上我真是炸眼 真的有块大肆地压在我心里 我被撑上手下的鱼儿了 我被撑上手下的鱼儿了一空 那段时间因为女儿失踪的事 夫妻俩经常吵架 甚至闹过离婚 直到之后 儿子和小女儿相继出生 给了他们些许的安慰 和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但他们心里始终牵挂着失踪的大女儿 每一次全家拍照片的时候 夫妻俩都会特别心痛 他说中间都特别流点过一次 他打结流点 2014年 王明清买了一辆车 跑起了出租生 他在车子写幕的地方 贴上了寻人启示 而且还制作了寻亲小卡片 发给坐车的客人 麻烦你们帮我装饭一下 每一天王明清都会跟乘客 讲起自己丢失的女儿 日复一日 王明清每天一边开车拉客 一边寻找女儿 最初王明清发的指示 这一张小卡片 后来他们发现 小女儿跟丢失的大女儿 小时候长得很像 于是王明清就将小女儿 三岁时的照片 印在了寻人的卡片上 只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 燕毛处 当年他上成都之前 在家里面扮了一条 挂了一个小小的伤痕 一个小小的伤痕 到现在不知道这个伤痕 还在不在 王明清寻女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很多人 2017年3月 王明清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远在奥地利的中国女孩林家 林家说 他觉得自己的父亲应该可以帮助到王明清 一个父亲他寻找女儿 他整整寻找20多年 他的这种精神特别特别地让我感动 林家的父亲名叫林雨晖 是山东省的一名警察 也是有名的模拟画像专家 林雨晖曾经在中央电视台 《挑战不可能》节目中 根据一名6岁女童的模糊照片 在10分钟内 绘制出了这名女童 长大到20多岁的模拟画像 并且 依照模拟画像 在30位年轻姑娘中 找到了画像的真正主人 此前 王明清也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 看到过林警官 但没想到 现在林警官的女儿林家 主动联系自己 这让王明清既兴奋又担心 人家是一个警察 非不非离我 对不对 我们数不相识 我当时想到我 心里面都在想我 他肯定不非离我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死一下再说 在林家的帮助下 林警官很爽快地答应了 帮王明清女儿画像的任务 一直到他小的时候 你还要想起到他 10年 20年以后 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 王明清自己也无法估计 凤娃子长到今天该是什么模样 他能提供给林警官的 只能是自己对孩子 小时候模样的描述 跟凤娃子长相相似的小女儿 小时候的照片等等 要广泛地收集他的家族 和孩子有关系的这个相貌 你才能分析 这个孩子 现在二十多年以后 大致的这个形象的变化 几天后 林警官画出了第一幅画像 拐卖一般的家庭差一点 农村一要到了二十五六岁 看上去跟三十一样 你说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就发的成熟了 照片很快传给了王明清 凤娃子现在真的会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在王明清的脑海里 女儿还是三岁时的模样 当时评想起来说 我还是有些子女 我女儿到底长什么样吗 其实她到联合发的罪吗 还是不对吗 但是王明清 还是将这幅画像 发到了朋友圈 几个月时间过去 画像经过朋友们 和媒体的广泛转发后 陆续有二三十个 疑似被拐卖的女孩 通过微信主动联系王明清 其中这个女孩的照片 王明清也转发给了林警官 我说相似度不高 我说应该不是 之后还有很多 来联系的女孩 王明清自己就否定了 有很多时候我都看到 说老实话 都不得一枪 自己也不敢说过不强 就自己跟她说 妹妹 那么你到公安局去 采取DNA 一次次希望被点燃 又一次次因为 DNA比对的失败而放弃 在王明清的请求下 林警官又给她画了 第二幅女儿的画像 但也不能说第一张就画得不准确 既然要第二次画 你就不能画得跟第一张一样 就没意义了 那就不用画了 但是我当时考虑为什么要画 我说心里画 就是为了满足王明清的这种 心里的这种需求 第二幅画像显得女孩更年轻一些 王明清多次把两幅画像 都发到网上 2018年3月9号 有一个女孩通过微信联系王明清 头像里面那个小孩 我当时看到第一眼就感到气了 我说很强我女儿的 王明清跟女孩通过微信视频通话 一接通她就忍不住哭了 但是此前多次的失败 让王明清不敢轻易确认 他再次把这个女孩的照片 发给林警官 当时就看相似度很高 大概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说还能提供其他照片吗 陆续那两天又提供了一些 我一看我心里就说就是 跟王明清女儿画像 高度相似的这个女孩 名叫康英 这是一个身世坎坷的女孩 她从小也生活在成都市 而且她的家跟王明清的老家 只相隔二十公里 我最渴望的就是 我想找到我的妈妈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还有个爸爸 这里就是康英从小生活的 成都市安岳县燕乐村 村民说 康英的身世是个谜 大家记得 康英被领到村里的时候 只有三岁 因为那个孩子 他说是他大国体 结果又不是他大国体 那个人们的情人没说 他对这个康英疼爱不疼爱啊 疼爱还是疼一个 康英刚上小学的时候 父亲在村边的水库捞鱼时溺亡了 之后康英就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小时候坐在那石墨边上靠着石墨去想 妈 你在哪里啊 女儿想你 我做了二十多年的梦 梦里头总有慢慢地出现 但是从来看不起她的脸 摸不着她的手 康英上植高那年奶奶去世了 父亲的四个兄弟承担起了照顾她的责任 后来 康英嫁了人 离开了这个家 我挺幸运的 连我爸爸在内吧 总共他们是五个兄弟 我有五个爸爸都爱我 2018年3月9号那天 嫁到吉林的康英 在家里受了点委屈 打电话给四叔 追问起自己的身世 四叔才把真相告诉了她 他说在小时候 我是在九眼桥捡的 我真的特别难受 我当时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康英的四叔回忆说 1994年他跟二哥在九眼桥 看自行车 发现了一个哭泣着的小女孩 一个上街的大爷 他说对面 他说有个小孩在那个地方哭 他跟二哥他喊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是一个小我 他说是个儿子 我二哥就去买 两个饼子给他吃 康英的四叔说 二哥没有孩子 心想这个小女孩 可能是被遗弃的 就干脆带回老家 让母亲帮忙抚养了 二哥去世后 他一直打工赚钱 供养康英上学 给我们那个老婆结婚 因为我每个月 给他拿着 给康英结生活费 我那个老婆 我都不让他知道 这一千一二百块钱 他基本都拿了一半多去 康英的四叔一直 想等到康英长大了 再将真相告诉他 把真相的干涉去告诉他 我说我坚信都是压力 我说我的压力 只是太大了 知道自己身世的当天 康英像疯了一样 在网上搜寻 九眼桥巡女等字眼 搜到的全都是 王明清巡女儿的报道 于是他立刻就联系上了 王明清 你看到那个画像了吗 当时 看到了 当时我是看什么都像我 看什么都是我 那肯定是我 不用想了 那肯定是我 在寻亲志愿者们的帮助下 康英将自己的血样 送到了公安机关 康英就几乎每天都打电话 我们的比对成功 比较成功 反正比较着急 4月4号 DNA检测结果出来之前 康英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 从长春乘飞机赶往成都 他感觉这次不会错 而之前几天 王明清提前去找到 康英的四叔 想邀请他也来到现场 见证自己和康英的相关 这也是他们两人的 第一次见面 王明清说 康英能够平安地长大 并且孩子从心里 感谢着养育他的人 这些就足够了 过去的事 他并不想细追究了 4月4号 康英终于回到了 自己离开了24年的家 我真的有时候想过 我想对全世界的人说 我有妈 我不是没妈的孩子 大妈 媒体 都在等待这个时刻 从小区门口到家 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王明清却走了近半个小时 在家里 四川省公安厅的民警 宣读了DNA鉴定结论 通过DNA亲缘关系比对 确认四川省王明清 和刘登英夫妇 与康英具有生物遗传关系 大师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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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了 好吧 一口行 妈妈把这口心给你了 凤娃子和父母 时隔24年终于团聚 这是一家人 第一次拍下 没有人屈膝的全家福 失散了24年的一家人 终于团聚了 对于王明清一家人来说 走到这一天真是太不容易了 作为局外人 我们很难想象 为了寻找女儿 王明清和妻子 在过去的24年时间里 经历了怎样的心理煎熬 但是我们能感受到 王明清寻找女儿的那份执着 正是这份执着 这份坚持 创造了奇迹 感动了许多好心人 这其中就包括林警官 这样的画像专家 以及许许多多的爱心人士 目前的王明清一家 在短暂的团聚之后 康英回到了吉林的家 一家人常常通过电话联系 而王明清的寻人之路 却并未就此结束 她加入到了寻亲的志愿者队伍中 她希望能用一己之力 帮助更多被拐的孩子 找到回家的路 我是习俊 明天见 白天下葬 荡夜骨灰盒就被挖出来 扔到路上 震惊 伤痛 亲人备受打击 我们老太太 这胸子这气短 出不来气吃不了饭 一段积怨 一场官司 谁来承担责任 这就是最大的心灵 现在我心里都超郁闷了 这个我都要发疯了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盗墓风波